群組化物件,那我們剛剛有進行群組化對不對,這再調一下 那這時候呢,投意儀又跑掉了,如果你確定這個位置在這裡呢,我們建議同學可以 拖意選取 那就涵蓋全部囉,按右鍵再來進行一次群組,這時候呢 兩個眼睛跟臉就在一起了,頭就在一起了,有沒有 那如果要個別編輯呢,當然我們可以按右鍵,這做什麼呢 取消群組,再把這個 可以移動一下 或者呢,按右鍵再來取消群組,這個眼珠子再往左邊移 好,那做完,我們要提醒,點著它 點這個,按著Capture鍵再點裡面這個呢 一樣可以再來進行群組的工作,我們整個選起來 再來,再看一遍,按右鍵進行群組 所以可以群組,也可以解散 這樣方便,我們在繪製的時候呢,可以讓東西是一組的比較好移動 才不會各別 各別零零閃閃移動的時候呢 每次要調位置,非常麻煩 按照片